又到了我們一年一度的雙十一剁手環節 吸取前幾年的教訓 因為我前幾年總是很晚才出這個 今年我趕了個早 剛好這兩天開始預購 在我視頻發出來的時候已經開始預購 但是我現在拍的時候還沒有預購 今年雙十一的規則應該跟去年也差不多 反正就是非常多的套路 只是今年多了一波預售 總共有兩波預售 第一波預售是在10月20號晚上 8點大家就已經開始搶了 第二波預售是在11月4號晚上 這兩天大家應該都穿梭在各大直播間裡吧 我相信我應該也是 視頻開始之前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大家理性中途 買一些自己需要的東西 就好比我今天準備的清單也都是我自己是 剛需每天會使用的 不要為了買而買 有時候衝動式魔鬼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要買的依舊是咖啡 但是這次的咖啡我真的覺得很划算 我要買的是星巴克的膠囊咖啡 這次超級無敵划算 真的是我覺得有史以來 反正是我這兩年買的最划算的一次吧 這次要買的是他們家最大的一個組合 就是20盒的膠囊咖啡 因為我去年裝時已經買了150顆妝的 完全不夠喝真的是完全不夠 我覺得這次星巴克的活動真的挺捨得的 它20盒的膠囊咖啡呢 付了定金力減然後再加跨店滿減 預計到手價是648塊錢 折合一下一顆膠囊咖啡是3塊2毛錢 它們平時的價格是 一顆是在4塊5到5塊多左右 它還要送一個馬克杯跟一個膠囊收納價這樣子 真的挺划算 對於我每天都要喝咖啡的人來說 第二個要買的呢還是咖啡 就是伊利的膠囊咖啡 它這個膠囊咖啡也是適用於Nespresso的咖啡機的 我覺得現在其實很多品牌出的膠囊咖啡 都是適用於Nespresso的 就大家都很兼容很和平共處的感覺 但是這個伊利的比較貴 它是30立妝的 到手的話是115塊錢 一顆大概是3塊8毛錢 有點貴齁 我比星巴克貴了6毛錢一顆 但是因為我之前沒有喝過他們家的膠囊 所以我想試看看 上次買的是他們家粉 我中烘深烘都買了 我覺得中烘的會比深烘好喝一點 對如果你們要買的話 其實這次我也是打算買Nespresso的膠囊咖啡的 大概一顆是在3塊6到3塊8毛錢左右 其實也是挺划算的 但是因為星巴克的3塊2啊 就更便宜了嘛 然後這邊題外話講一下 大家有叫我推薦什麼樣的咖啡機最好 我常話短說 如果你是一個圖方便 然後喜歡喝意識濃縮 就是拿鐵類的這些 我個人建議你買一台膠囊咖啡機就夠了 牌子的話大部分都是Nespresso的 但他們家有很多款 我覺得要買就買最便宜的 就是五六百七八百的最便宜那一塊 可以用很久 要買就買他們家最貴 四五千塊五六千塊 可以打奶泡一些 就是多功能的 綜合選項就是 要買買最便宜要買最貴的 對 因為膠囊咖啡真的使用率來說的話會更高一點 接下來要講的呢 就還是Softy的牙刷 但是這個東西不是我自己要買的啊 之前有網友問我說 他們家到底什麼時候有活動 這不就來了嗎 作為老粉來說呢 Softy的牙刷我是已經用了很多年了 都還好好的 也沒有壞掉過 可以說是很耐用了 即使壞掉的話 他們家有全國抽藏三年免費換新 而且他們家充醫師店是可以用半年的 低焦啊 不好意思啊 剛好我的刷頭這陣子要換了 你們錯合看一下 就是很喜歡的還是他們的那個刷毛 細軟小肩刷 它的毛肩呢 是普通牙刷的十分之一 就軟軟的 基本呢是不會出現牙齦初學的問題 刷起來也很舒服 不會砸嘴 清潔能力也很到位 就是一些勾勾縫它都是能刷到的 對我來說 牙刷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舒服跟刷的乾淨 畢竟你早晚都是要刷的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家定製化很貼心 我介紹很多次了 就是可以在牙刷上 定製各種圖案跟文字 送人什麼的都是很有意義的 我這邊也準備了一支新的 就你們看他們的包裝很可愛有沒有 就是可以直接送出去 我這次定製的圖案是賺大錢跟優秀 希望收到這支牙刷的人可以賺大錢 然後我要的是黑色 因為我真的覺得黑色挺好看的 但如果你不喜歡黑色的話 這個皮扒掉呢 它是白色的喔 然後重點來了 這次雙十一的優惠也很牛逼 可以說是全年最亮的價格了 這次的預售居然送一款 389塊錢的頸部按摩衣 沒想到我也有這個是品牌後面補給我的 它就是一個頸部按摩衣 然後可以直接放在就是這樣子 看到了嗎 買牙刷送這個我真的覺得超值的 而且是買一送一買二送二 然後這邊呢也有我的個人福利 領完券後的價格也是相當的划算了 具體我就打在屏幕上 我覺得這次三家真的挺有誠意的 之前有需要的姐妹就可以去看一看 雞不可吃 然後如果已經有同款牙刷的人呢 你們就可以去囤囤 就是刷圖什麼的 嗯 接下來要買的是一個沾粉麻糍 一個吃的 你們應該有刷到過吧 這陣子還蠻火的 它是一個閩南小吃 下門小吃嗎 全州小吃嗎我不知道 我真的對這類諾雞雞的東西無法自拔 然後在我們這邊其實也挺難吃到的 這也是我家裡唯一一盒了 它就軟軟的然後沾一下芝麻跟花生 聽到聲音嗎 諾雞雞很好吃 沾上這種花生芝麻糖 很好吃 就讓我有種一下子回到上州或是泉州 在廈門吃那個麻糍 一顆一顆那種感覺 香情油然而生的感覺吧 它的麻糍軟軟的QQ的不會硬 可能是現做吧 所以我這次打算雙十一湊單去買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到時候 雙十一它會多少錢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種麻糍 你一盒賣我22塊錢 我就覺得我活生生的就是韭菜 你不能這樣割我吧 儘管我覺得它很好吃 夏門吃 在張州吃 在泉州吃 一顆柴 一塊五嗎 還是兩塊錢 這麼大顆 跟拳頭一樣這麼大顆 我之前的視頻裡不是有出現過嗎 是吧 然後下一個要買的呢 也是一個吃的 是一個 紅油麻醬款粉 下廚房的 我沒有吃過 沒有到下廚房還有床周邊是嗎 太久沒有做吃過了 這類的 美食產品都跟我沒什麼關係 看上那個圖片跟那個視頻 我感覺好好吃啊 它是用3厘米的土豆粉 這個東西我也超喜歡吃的 然後我看那些買家售什麼的 就也都很好吃 不知道它辣不辣 我去問客服 客服回答我說 如果您愛吃辣的話呢 它就不辣 如果您不愛吃辣的話 它就很辣 這是什麼回答 但是也還是買了吧 因為我感覺這種東西應該難吃不到哪裡去 然後接下來要囤的呢 還是每年必屯的衛生巾 依舊囤的還是蘇菲的安心褲跟衛生巾 安心褲的話 我是直接在 林佳琪他們主播間加購了 也是很划算 他們在安心褲很好穿 另外還囤了那款蘇菲的 蘿桿S貴族眠衛生巾 這款我使用起來呢 我覺得挺舒服的 衛生巾的表層特別柔亂 然後我很喜歡是 這款有一個很好的小設計 我去給你們拿一下 登登登 就是這一款啦 它的包裝很少女有沒有 就有時候我們使用完衛生巾之後呢 你會包不住 然後你丟到垃圾桶之後 它就會散開 然後就會黏在那個垃圾袋上面 然後就會有異味 所以你就要一直換那個垃圾袋 就還挺麻煩的 但是這一款喔 設計是後面有一條 他們家的新技術 顧德貼 看到了嗎 就是後面這一條 它是類似勾起來的原理吧 不用撕開 直接捲 很輕鬆就捲起來了 捲起來後就小小一個 直接丟垃圾桶 它也不會散開 也不會黏垃圾袋 這個設計有沒有很細節很到位 就很方便又衛生 然後現在雙十一正在預售嘛 它是可以附定精力減的 然後買兩套呢還可以再用卷 我是直接買兩套的 反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每個月都要用的 它是消耗品 所以大家可以趁大促的時候 多腿一些比較划算 然後下一個要買的是一個乾髮噴霧 前兩期視頻大家有問我用什麼牌子的乾髮噴霧 我用的是那個全網營銷推到爆的這個 這瓶綠色這瓶 我真的前陣子抖音刷爆了 他們家小廣告真的滿天飛 然後我就買了 乾髮噴霧我之前只用過另外一個牌子的是 初中還是高中在那個屈城市還是萬寧買的 彩色包裝那個是什麼 壁什麼絲是不是 我很不喜歡 因為它噴上去頭髮會白白的 除此之外他們家的味道都很臭 就是香到臭 本身頭油就已經很臭 然後再噴上他們家那個香到臭的那種香味 夾搭在一起 哇 那味道很可怕 這款也是有味道 但是這款的味道會比較淡 那種淡淡的香味吧 然後還有一個優點就是這款噴出來的那個 噴霧比較細 就是你噴到頭髮上呢 是不會白白的 至於它好不好用 我客觀地說 如果你是一天兩天三天沒洗頭 頭油但是不是很油的一個狀態 你去噴它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是三天四天五天沒洗頭 頭已經油到那種一條一條一條 千萬不要噴去洗頭去洗頭 因為你頭已經很油了 如果你要用這個來噴的話 你必須要用大半瓶才能讓你的頭髮不油 那就很不划算了 因為這瓶其實用用真的就沒了 你們知道嗎 因為它容量很高嗎 它一百五十毫升 說一百五十毫升 鬼知道你們到底有沒有一百五十毫升 總來說 對於普通頭油 它是很OK的 可以立刻讓你很蓬鬆 然後很清爽 但是你頭很油 去洗吧 別用這個了 很浪費 然後下一個要買的呢 又是我們的老朋友 依舊是歐萊雅的 撥亮酸面膜 然後我也是直接加購李佳琪直播間那個連接 買二十片送三十片 總共五十片到手價是四百二十九塊錢 反正歐萊雅這款面膜呢 我是每年雙11跟618必買的 因為我要用我媽也要用 然後除了他們家面膜以外呢 我還要買紫蘊斗的眼霜 這個也是在李佳琪直播間準備買的 它是買五十毫升送五十二毫升 然後還送四片黑精華面膜 如果你們要買一些大牌護膚品的話 一定是趁這幾天第一輪預售的時候去買 因為是最便宜的時候 知道嗎 其實我眼霜這類真的用的不多 前兩年買了那個雅詩蘭黛的眼霜 然後用完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再用了 就很懶 然後它這款紫蘊斗眼霜呢 它是有個那個塗眼霜那個頭 就很方便 就不用再去買那個塗眼霜的那種小棒了 你直接一擠這樣子塗一塗 我就覺得比較省事吧 對於我這種懶人來說 這款我也是種草挺久的了 大家就是都說有用吧 可以對眼角細紋淡化什麼的 反正我這個買東西就是好用的東西 我會一直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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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有用的東西 如果大家都說好用的話 我也會跟著買 然後下一個呢也還是面膜 就是威諾娜的凍乾面膜 這款我之前沒有買過 所以我不知道它之前的價格是什麼 但是網上人都說很划算 那就是真划算 反正我很聽信網友的話 結果我跟100多萬人搶沒搶到 就買了另外一款 我這次要買原因 是因為我前幾個月突然間 皮膚屏障受損 你們不要看感覺好像我皮膚很好 就因為我皮膚經常這麼好 所以我前兩個月突然一下子屏障受損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們知道嗎 我不是在凡人戰 因為我從來沒有遇過這個問題 就突然間就是臉 洗小包 然後就是紅腫什麼的 然後我剛開始以為是過敏 後面發現我不是過敏 我是屏障受損 然後我就看了一圈我家裡屯的面膜還有護膚品 就每幾個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當時我就覺得說 不行我一定要防範於未然 一定要去屯一些這類的護膚品 然後我當時為什麼突然屏障受損的原因 是因為我手劍去刷那個痠 不要亂刷知道嗎 然後我當時解決就是停了所有護膚品 過了幾天之後去買了一瓶理膚全的B5厚膚了一下 過幾天就好了 然後下一個要買呢是野獸派的香薰 嘿嘿平時買覺得有點貴 這次終於等到折扣啦 然後我要買的味道呢是巴黎週末 它裡面的主要味道就是佛手乾跟晚香芋 晚香芋這味道聞起來是真的讓人很舒服 然後它那個瓶身紫色我也覺得很好看 平時買的話一罐是209 附丁金利檢之後到手價是159 就是便宜的50塊錢 其實我本來是想買他們家那個白桃烏龍味的香薰 但是我覺得白桃烏龍這個東西 做不好的話其實是一個很膚淺的味道 我覺得香薰蠟燭是增加你生活氛圍感的一個東西 雖然這個東西很虛無飄渺 但是就是會讓你有種很舒服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要買的是飛躍的鞋子 我真的覺得飛躍的鞋子很好穿很軟很舒服又便宜 然後它最近的款式我覺得都還不錯 我挑了三款都是黑白色系的我覺得很好搭配 然後每一款都用每一款不一樣的設計 反正我覺得這三雙都很好看啦 到時候我就看哪雙搶得到就買哪一雙吧 然後接下來要買呢就是奧妙的洗衣明珠 對這東西就沒什麼好講了吧 這我媽叫我買的 每年六到八雙洗衣都是必買這些家裡的消耗品 這個奧妙的也是在李嘉莉直播間買的 我覺得也是很划算 就我覺得每年雙洗衣買這些消耗品呢 除了划算以外還要就是方便 因為我現在買東西它是可以直接拖運到澳門的 然後直接送到我家樓下的 就很方便啦 我也不用去超市拖這些這種比較重的東西 嗯 對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正式的雙洗衣要買東西了 我覺得我每次講完雙洗衣清單或618清單 最後我嗓子都會很雅 當然啦我以上說的這些絕對不是我最終要買的 肯定不止這些 因為我看直播間就是 會停不下來 總的來說還是那句話 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種草 買自己需要的 不要就是人家說買 你也去買它 不能這樣 一定要看自己是不是真的用得到這個東西 反正我今天買這些不是消耗品 就是我會經常使用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這期雙洗衣清單的全部的囉啦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買得開心 最重要的就是理性種草 那我們這期視頻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拜拜